小六男童琉璃英文播新闻还征战各个音乐比赛 他就读小四的妹妹也有相当高的钢琴造诣 秀妹两出色表现 补习班老师公布两人母亲提供的超狂行程表 每天清晨5点50分起床 写补习班作业 有英文数学中文等科目 七点半到学校上课 放学后前往补习英文 之后在车上抓紧时间吃晚餐 再到日式教育补习班报到 接着练琴到深夜11点再读半个小时英文 晚上11点半就寝 周末也一样 差别只在补习更多项目 每天只睡6点5个小时 小秀妹的母亲是电视台主播 强调自己习惯高压生活 两人塞满客业的行程曝光让许多网友惊呆 网红杰哥直言仿佛看到鬼故事 宅女小红质疑为何在车上写作业吃晚餐 作家吴淡如表示经验发现优秀不等于有出席 最关键的是内心力量是否强大能否解决问题 小秀妹的补习班强调 两人常常有说有笑 看起来很适应 其实他真的内心不愿意做的话 我觉得这个父母也没有办法去推动他 状况非常好 表现非常好 除了合适学期的安排之外 我想让孩子还是要去构工 睡眠 包含运动 包含有一些同年比较有趣的这些 他们感兴趣的这些事物的学习 虎妈教育引爆正反意见 但医师提醒成长期的孩子 每天需要9到11个小时睡眠 至少在健康观点上需要睡饱觉 好好吃饭